在这个邱老师要回应之前 我们先看一段 昨天流泪的郭董 似乎也有些耍宝的小趣味 大家拜託 OK这个IG上很多人在玩这个 Battlecap什么Challenge 踢瓶盖的挑战 是一个最近很多年轻人 蛮流行的 但是他没踢 他反而说举起帽子 跟大家说拜託 先去一起 OK最近国民党的党内提名 的确这个很多的 内部的争议事起 有人说郭台铭 你凭什么不签 党内竞选公约 郭董这部分有他一番说法 都别人都带签 要签四个五个 对男主角一起上台 公开签 结果党部又说不要这样签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签法 有人立刻回应 中国国民党第十五任 总统副总统选举 总统候选人提名 参加初选同志公约 就是要大家签这个 我们看第四跟第五条 第四 不以聚众示威抗议暴力 或其他非理性的方式 影响提名作业 第五 绝不从事宣传引导 选民妨碍 民调真实性回答 及任何试图影响 民调公正性的行为 点点点点点点 OK 最近什么人要漏人 徐正文 挺寒大将 七个十五 我们国民党中央党部 巴德鲁二担 230日后 会在九点半集合 因为那天要公布民调 他准备去呛声 说一支穿云舰 全军来相挺 有人立刻回应 王宗贤 是个国民党籍的地方的 一个民意代表 他说有签公约的 一起骂没有签公约的 好笑的是有签公约的 却都没有遵守公约 你到底是三小 这三个小的三小意思 老师怎么看 这公约到底要不要签 这公约本身就有问题了 因为这公约里面 不能去攻击其他的参选人 但是问题是 你只有韩国瑜这一方 他不需要本人去攻击 韩粉会帮他排散到海攻击 那他背后最大的韩粉 或者是说绑架了韩国瑜的蔡衍民 那望中每天几乎是几个版面 那整个电视台 寒天电视台是好几个 几乎是全天24个小时 那么在排山到海的攻击 那你说签这公约有用吗 这公约有任何的约束力吗 所以这个公约本身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唬人的 就是刑事的 他根本没有办法落实 但是我回来要说 郭台铭自己也有责任 我曾经讲过公开讲过 我说郭台铭对政治外行 然后对选举也一无所知 然后被一些 也不是很懂选举的人 也不大懂辅选人又误导 所以我打得整个选战党的万七八糟 那郭董还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改信 但是我还没有改信 尤其这几天 郭董打电话给你 郭董打电话给你 不能不宜在这里讲 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没有没有 因为我跟他是朋友 所以没有这个户记 就是说那基本上 这几天郭董掉眼泪 或者是让人家感觉到说 他情绪有点慌乱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失分的 基本上今天他要台湾的人民信赖他 为什么 因为他事业经营红海王国 非常的成功 所以大家认为说 他可以帮助台湾脱离经济困境 他自己也讲过 如果他赎赢的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福 那如果他输了 是他郭台银的福 他都这样说 他已经舍我其谁了 好 那一个舍我其谁的人 遇到了这一点委屈 那你就掉眼泪 就慌乱 那说实话 那不是跟原来他想塑造的形象 正好相背吗 所以这个哭 这个慌乱 完全是失分的 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也同意刚才 这个沈医师讲到的 就是说 在他这几天的表现 严格来讲四个字形容叫 荒腔走板 OK 这个邱老师 另外一个也是国民党的 党内初选新闻 现在定期第几号周錫伟 上这个TVBS下午 专门做给韩粉看了 叫做新闻大白话的节目 他讲一句话 周说 昨天晚上民调有效样本 超过千个 第一跟第二差距很大 你在暗示什么 我这边有些文字 就吴东升 这也是一位 这个挺国民党的朋友 他说看看周的嘴脸 这样是合法的吗 才开始民调一天而已 而且还不小心说溜嘴 提到执政者后 有很多的位置 执政后 我们有很多位置 这根本是卑鄙无耻 很难听 下流不公不义 集体霸凌国民党的初选 这样子的初选 比民进党还离谱 你同学看法吗 周期议本来就把自己定位成 韩国瑜的侧义 所以也没有什么大金小块的 因为他本来的定位就如此 但是你今天要谈 国民党的初选 国民党初选就全民调 是 那全民调的话 基本上每一天五家民调公司 做好的有效样本 国民党是封存的 理论上没有人可以看得到 一直到了民调完全做完了 一万五千个有效样本 都做完了以后 他才会开封 他才会重见天日 这时候才能够大白于天下 那怎么会周期委会知道呢 所以您认为 这个会不会像我们常批评说 这个皇后的针钞 已经被 会被质疑 尤其在昨天 这个国民党国中常委 叫江硕平 江硕平在中常会里面 就直接提出来 怎么会有一些监听的记录表 会留到外面呢 好 但如果再配合周期委这番话的话 那这一个初选的公正性 当然会被人家质疑 但是这一点我也必须要 也必须要责备一下郭董 为什么 因为其实国民党里面 的一些高级主管 其实本来就已经很担忧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 如果韩国运营呢 可能会有许多的未爆弹 未来在初选以后会一一爆发 所以有没有可能母鸡才死小鸡 有没有可能造成 郭董谈的那个三叔的局面 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国民党整个中央党部 其实也忧心忡忡啊 可是问题是 郭董又拼命的去骂 国民党中央 然后对国民党中央的姿态 又非常的高 也不跟他们去沟通 甚至那个时候 在国民党要开会 找几个参选人开会的时候 郭董就骂了一个小时 骂了一个小时 国民党中央很多人在讲啊 他说只要郭董到 吴敦印的办公室 去跟他沟通一下 三分钟就解决了事情 干嘛骂一个小时 好骂了一个小时以后 还让孙大迁出来 把他讲的话 加油添注鲜奶一番 OK 让他讲的话完全变调 那不是等于到最后 叫我适得其反吗 是 所以今天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其实郭董本身也必须要去 自己要去思考 他整个战略跟战术上 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好 那我接着要说 就是说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 民调的中断的阶段 已经做了差不多中期阶段了 对 我认为这一次初选 我维持我一贯的说法 因为这一次国民党的初选的游戏规则 其实不是比谁的支持度比较高 是比谁比较能够动员他的铁粉 钢铁粉 然后在家里等电话 然后自己很耐心的他护中抽样中 那么接受这个寻打 到最后形成有效样本 在比这个东西 是在比谁能够在形成有效样本的能力比较强 就这一点来说 郭董一开始就没摸清楚 初选的游戏规则是这样 你要针对初选的游戏规则 去设法提高自己初选 最后素质的胜算 他没有做了许许多多的广告 也做了许许多多的动作 也做了许许多多的活动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直接跟那个初选最后 经过户中抽样 电榜所得到的数据 能够产生直接的关联 反倒是韩国瑜聪明 韩国瑜毕竟是个在选举中的老将 所以他懂得在每一周一兆事 凝聚这些所谓几十万的热情的韩粉 钢铁粉去帮他等电话接电话 就像是我家有一个亲戚 长了一辈的亲戚 这几天每天都是抱着电话 别人不能用 上厕所他也要拿着电话 别人都不能接 睡觉在电话旁边 他几乎是每天吃喝拉撒 都在电话的旁边 我问你 郭董的支持者有这样的热情吗 可能没有 有这样的坚持度吗 好 所以现在整个初选最后的结果 其实我认为 我们不需要去知道 想要试带什么数据 基本上已经可以推论了 已经可以得到结论了 最后一定是韩国瑜胜出 这我一直认为 韩国瑜初选 初选赢不是问题 绝对不是问题 而且他赢 郭董的数据差距 恐怕也在八个百分点上下 甚至比八个百分点还多 还多你的预判 所以我认为 这一个初选的结果 已经可以论断了 郭董应该去思考一下 初选输了以后 他该怎么办 他该怎么办 这个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来谈 那最后我要谈的一点是什么呢 刚才沈医师谈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 也就是说 韩国瑜赢得初选以后 其实挑战才是真的开始 因为挑战真的开始 现在就是说 韩国瑜的未爆弹 什么时候会爆 谁来爆 基本上国民党里面 有这一种能够系统性的 有效爆料的人不多了 严格来说我就是第一名了 我不爆也没有人会爆 现在最可能爆的人 不是刚才沈医师讲的 国民党里的人 而是所谓的他的真正的对手 就是蔡英文 而蔡英文因为他本身 他有情志单位给他做后盾 所以他所掌握的未爆弹的内容 更具有系统性 更具有杀伤力 这个才是最值得担忧的事情 所以整个未爆弹的引爆 还没有开始 他恐怕会在国民党 正式提名以后 他才会出手 至于现在零零星星 什么吴子佳那些东西 都是很不路由的 然后在外面 听到了一些外围的 一些消息 然后自己拼凑以后 然后胡乱去爆料的 这些爆料对韩国瑜 不但没有杀伤力 反而帮韩国瑜加分 所以真正的挑战 还没有开始 我知道这也是国民党中央 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但是担心归担心 郭董不来沟通 然后姿态很高 你这个制裁也很高 为什么要来向你沟通 你这个制裁也高 不是跟我沟通 跟党中央 跟党中央 要跟党中央 因为党中央基本上 其实 他不能够主动去做什么 因为韩粉本身逼宫 然后旺中集团在逼宫 所以造成了国民党中央 他根本 即使他知道问题存在 他想去做调整 师出无名 所以如果说郭董那时候 懂得中间的一些玄机 能够用跟国民党中央 做理性的方式沟通 有效的沟通 我认为会有一些改善的空间 但是现在都来不及了 现在都来不及了 现在变成是到最后 极可能出现郭董所说的 三书的局面 但是三书怎么办呢 目前就要看国民党 怎么去做将来的危机处理了 或者将来可能再重演 四年前的患出风波 更惨 谁是 抱歉 因为时期还没讲 不过我要很快的插一小段 请说 因为我要讲的是 周习伟的角色 因为周习伟本来就是 那个韩国瑜的撤意 因为郭董宣布参选的第二天 他就在友台的节目里头 痛骂郭台铭 而这一次这个所谓公约 本来如果有公约的话 也应该是领头羊第一名的人 才想要有公约 如果你是最后一名 因为公约干嘛 对不对 反正你就输定了嘛 但是你看很厉害的 韩国瑜不出手 周习伟出手嘛 这个公约是周习伟的嘛 而且跟韩国瑜里头是有默契的 所以当天他提出来的时候 也不在那个议程里头 也不是党中央拟的 也没有经过党中央的议决 但是代表韩国瑜出席的那个 孙大千 他签了 为什么他可以代表韩国瑜签了呢 因为他老早晓得内容了嘛 所以这样也好吧 就是让他过吧 但是你那个周习伟 营造这整个所谓公约 来约束郭台铭的 那你自己第一个去被违背嘛 这讲得通吗 所以你看 所以他根本我就觉得说 花500万演这个角色 这个合算嘛 所以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三场的那个国政院警 唱歌就唱歌 唯一给人家印象的就是唱歌 最贵的卡拉OK 但是唱歌是一个表象 他时代其实是在 是在按住韩国瑜了